今天呢来教大家如何来挑选这个原石 有一些玩料啊 做料 那么玩料的话呢 就是说比较圆润 没有什么流裂的 它是比较适合就是做玩料 像这一款啊 这款呢 非常的饱满啊 白度是一级的一个原石 没有什么裂啊 非常完整 它就就不用雕刻 就是一个天然的一个手把件啊 如果说你也是喜爱粉碎 喜爱和天悦啊 都可以关注 不要错过了 像这一种 都是玩料啊 就是非常的完完整 它是那个把玩的玩 但是它要完整啊 像这款的话 它就适合做料 它不适合在手里面把玩 形状不太合适 然后像这种的话 做牌子 或者说做一个摆件 都是非常合适摆放的 像这些呢 都是新加和天悦辞料 喜欢和天悦菲 翠可以揭屏 比如说你也是喜爱翡翠 喜爱和天悦啊 不妨呢 都是可以关注 不要错过了 然后像这种 像这种呢 也是可以做小玩料的 都是非常的完整 那么做料的话呢 我们要看它一个 就是说皮裂的 一个深浅的程度 一个密度 像这款是说掉一个摆件 或者说呢 是做几个挂件 做两个摆件也是都可以的 如果你喜欢翡翠 喜欢和天悦啊 都不要错过了 我们是一家呢 做翡翠和天悦批发的一个实体公司 几万件的一个货品啊 各种不同的题材类型 都是批发的价格 保证的品质 然后量子就只有 市场价格的三分之一了 很多就是开店 带领的客户 赚的也都是比较多 都不要错过了 可以关注一下啊 过来实体展厅 上一手房门部去 今天的话 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